首相拿多斯里安华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他星期五在纽约伊斯兰文化中心发表周五步道时 向穆斯林社群分享我国在管理多元种族宗教社会的经验 同时也借机讲解他上台后提出的昌明大马理念 在提起全球正面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威胁 他认为这需要大家的共识来消除 在乌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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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乌 马兴社指出 纽约伊斯兰文化中心 是纽约第一座清真寺 安华则是首位在文化中心 进行周五步道的外国领袖 他向800名穆斯林指出 我国一直促进 种族间的理解 宽容 和了解彼此文化和宗教 安华在准备离开时 清真寺职员邀请安华 为一名男子主持入教仪式 首相办公室媒体官员指出 这项仪式并没有列入正式行程